大家好,说一件大事,我认为是挺大的一件事啊,美国的10名还活着的前国防部部长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,呼吁美军不要介入选举的纠纷,否则将会把美国带入危险的境地。 还说军方无权决定大选的结果,他将会把美国带入危险非法和违宪的境地。同时警告了一下代理的国防部长,向他提了一下军队的誓言,又让他配合新团队的交接工作。 我们也知道啊,这个代理的国防部部长,就是川普临时换上去的,那肯定是无条件的支持川普的。 他目前所做的一切,都是不配合拜登团队接管国防部,接管五角大楼,期间啊,也发生了一些纠纷等等。 所以,对吧,这个10名啊,前国防部长发的这封公开信是有所指向的啊。 而且,这10名前国防部部长当中,有刚刚被川普辞掉的埃斯珀,还有马蒂森呢,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的大鹰派拉姆斯菲尔德,还有切尼啊,等等吧。 这个拉姆斯菲尔德呀,其实是小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部长,是共和党,也包括切尼啊,切尼还是当过小布什的副手,等等吧。 就说这10名前国防部部长啊,既有共和党的,也有民主党的啊,这就说明在美国的政治精英当中,尤其是两党的建制派,达成了河流,达成了一致,都是支持拜登的啊,他们并不支持川普。 但是川普却不这么想啊,而且为什么会有这封公开信呢? 我们也知道,川普号召他的粉丝,1月6日到首都华盛顿集合,川普说,他不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,他是真正的赢家,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死人票啊,还有作弊的选票啊,以及他的很多的选票被偷走了。 譬如川普说,在乔治亚州,他赢了10多万的选票啊,可是票哪里去了呀?都是被拜登啊,被民主党给偷走了,等等。 号召他的支持者,对吧,去首都抗议,去反抗。 这个抗议吧,其实也没什么用啊,抗议完了,人散了,该怎么着怎么着。 但是这个反抗啊,就会让人有很多的遐想,尤其是我们结合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的某个城市,极端的川粉搞了一个爆炸的活动啊,而且还有一些扬言要照五角大楼啊,等等。 所以1月6日啊,华盛顿肯定会发生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的,注定不会平静。 而且,对吧,我们在推特上看的很多川普的支持者,包括华船粉等等啊,也在信誓旦旦的说,美军会借助的。 对吧,又是海军陆战队啊,又是美国的特战队啊,等等,都会去帮助川普的啊,进京秦王,帮助川普,对吧,抓住这个拜登啊,说拜登父子,两个人道德败坏,而且这次选举,对吧,都是假票死人票,靠作弊赢得的。 破坏了美国的民主,破坏了美国的自由,破坏了美国的传统价值,而且拜登的儿子啊,包括拜登本人啊,又是贪污啊,又是腐败啊,又是有很多的劣迹啊,等等,他们怎么能够当得上总统呢? 这个话我认可,但是川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,川普一个屁拔个火,而且他的女婿,对吧,垄断医疗物资啊,让各州拍卖,这都是得到了加州等等几个州的州长确认过的呀。 这不也是发国难财嘛,所以两个人啊,都没这么好东西,最好打起来啊,打起来才会有好戏看。 但是昨天和一些在美国的朋友啊,也交流了一下啊,虽然他们比较爱国,也不喜欢川普吧,但是还是不希望打起来呀。 毕竟他们生活在美国,如果真乱套了的话,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呢,这个客观也承认。 呃,第二个吧,为什么10名前国防部部长要发这个公开信啊? 之前美国的参联会主席,也做了类似的表态啊,参联会主席是美国军方名义上的最高长官。 而国防部部长啊,对吧,是实际上的最高长官啊,不过美军啊,是由文官来控制的。 呃,国防部的部长呢,都是文官系统的。 但是啊,文官系统下面,很多的五职军官啊,还有士兵啊等等,美国的士兵和五角大楼的文职军官之间,矛盾是重重的,有很多的矛盾。 举个例子,今年啊,美国的一艘航母,对吧,上面感染了新冠了,舰长向五角大楼反应了好多次,五角大楼压根就没有反应,压根没管这个事。 所以舰长把这个事情啊,捅给了媒体,媒体曝光了,结果这名舰长被免职了,因为他违反了,对吧,军队的操作流程。 但事实上人家按照流程,抱到五角大楼啊,可是五角大楼也没管呢。 所以我们看到啊,这个舰长离开的时候啊,航母上的官兵,列队欢送了,他们也很伤心啊等等。 这个不仅仅是航母啊,在美国很多的士兵当中啊,在很多的军官当中,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啊,一直就认为,五角大楼的这些文官啊,搞军购啊,对吧,包括四处打仗等等。 他们是发了家的,赚了很多的钱的,这些士兵啊,也拿的是固定的工资,固定的福利嘛。 甚至说啊,这个其中承诺的很多的福利,还拿不到手。 所以啊,你看美国大街的流浪汉,第一大比例是精神病,第二大比例啊,就是退伍的军人啊,所以美国的退伍军人啊,也一直是不满的。 所以,对吧,和川普啊,也是非常契合的啊,这个不满的情绪啊,压抑了很久。 所以啊,川普,包括川普的粉丝也老讲,这个Deep State,黑沼泽,黑沼泽里有很多的大鳄。 这个大鳄啊,金融大鳄,是吧,也包括军方的大鳄等等。 他们利用军队啊,利用金融啊,发家致富,对吧,赚了很多的钱啊,又是搞军购啊,又是卖军火啊,干这个,干那个的。 但是广大的士兵面临着什么呀? 呃,譬如不久前也发生一个事情啊,就是美国的一个黑人的,这个军官呢,啊,一个,也是在航母上服役的啊,回家的时候,发现老婆出轨了。 所以很生气吧,去地下室要拿手枪啊,然后老婆报警了,报警之后呢,他被警察打死了。 这个事情背后有一个故事啊,就是美国的法律呢,对这些军人啊,并没有很好的保护。 军人,尤其是航母啊,和军舰上的军人,长期的在海上漂泊。 一年回来的时间比较少啊,本身缺乏家的温暖,所以对这个家庭啊,是非常关注的。 可是,这个事情,对吧,在美国法律会怎么判呢? 会把这个房子,判给他的老婆啊,然后他的情人啊,就和他的老婆住在这个房子里了。 然后他还要付给他老婆赡养费。 对吧,认为对军人的保护啊,也是不利的等等啊,所以美国的军人啊,一直有很多的部门。 所以之前吧,包括我,也包括很多人啊,觉得川普一月六号要搞大事情啊,美国的,不管是海军陆战队啊,还是特种战队啊,等等,要出动啊,要勤王啊,对吧,这是个笑话啊,但目前看不是个笑话了。 如果真的是个笑话的话,实名国防部长啊,不会来表这个态的,包括参联会的这个主席也不会表这个态的啊,而且这实名国防部长, 虽然说美军不要介入政治,但是他们的这封公开信就已经介入政治了,就已经战队拜登了。 所以这个问题来了呀,你们可以介入,可以占拜登,那我们凭什么不可以占川普啊? 所以一月六日啊,可能吧,会什么也没有发生,但也有很大的可能啊,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啊,会发生一个大的火拼的事件,都有可能啊。 对吧,这十名前国防部长啊,之所以发这表公开信,一定是在美军内部,有很大的势力在蠢蠢欲动,有很大的一股势力啊,要去支持川普,有很大的一股势力,对现状不满,对美国的政治精英不满,对五角大楼的文职,这些文职的,对吧,高官不满。 甚至说呀,对民主党不满。 嗯,那么美国的五角大楼也好啊,或者是目前的民主党政府,会不会采取一些行动呢? 其实很难啊,因为现在的代理国防部长拒绝交接,那么其实美国的国防部啊,五角大楼,包括军队啊,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的。 所以单纯的这一封公开信,是否能够起到实质的作用呢?不好讲啊,真的不好讲啊,而且还是像前面说的啊,五角大楼代表的背后的军工复合体,代表了资本家的理,但是,美国的这些领着固定工资的,这些普通的军人啊, 啊,还有一些军官呢,等等,他们不受资本的操控啊,因为资本对他们没有影响啊,就是拿着固定工资的,甚至对现状有很多的不满呢,这些人啊,很有可能的啊,很有可能去搞一个大事情的,所以1月6号我觉得并不平静啊,哎呀,美国肯定会陷入一场混乱当中的啊,对吧,还是那句话啊,如果1月6日会很平静的话,为什么要这么严阵一带呢? 为什么,对吧,在1月6日马上要到来的时候,这10名前国防部部长要发这个公开信的,而且这10名国防部长啊,分量都很重,不管是拉姆斯菲尔德呀,马蒂森呢,还有这个切尼呀,拜恩呢,等等,曾经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啊,精英家庭啊,等等啊,这也说明了,对吧,另外一点,美国现在, 是反精英的啊,其实和中国也有点像啊,你看几年前马云,对吧,马化腾啊,这都是爸爸,他们出来讲话,大家都愿意听,但是现在呢,他们出来讲什么呀,大家都不想听了,看着烦,美国也一样啊,过去啊,美国的这些精英西装合理的,大道理一套一套了,要么讲个人奋斗啊,要不给你猛灌鸡汤啊,美国人民也愿意听他们的, 因为这些精英人士啊,改变了社会,对吧,让社会啊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譬如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啊,也给很多人啊,创造了财富,让大家有了机会,可是,科技红利吃完了呀,机会没有了, 那么货币越印越多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这个背后呢,也是你们这些精英操纵的呀,所以大家对这些精英啊,也越来越不满了,所以以前老说呀,美国的很多的情绪啊,其实,对吧,中国这里也有啊,或者说全世界吧,这个人民的情感是相通的,世界发展的大潮,尤其是全球化下的大潮,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吧,大家都在这个全球化的, 环境下,能有多么大的差别啊,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啊,哎,很多道理啊,就是这么个道理啊,这个不想详细的说了,所以就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,华盛顿邮报,报道了,川普啊,和他的,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吧,一段对话,呃,这个对话的开门见山呀,川普就是说,如果你不这么做呀,将会重担十分重大的风险,呃,然后,对吧,让他, 他去找出来,11780张支持川普的票,只要找出,11780张支持川普的票,他就赢得了,佐治亚州的选举,而且还威胁这个州务卿啊,说如果你找不出这些票来的话,那,佐治亚州的另外两名参议员啊, 这个命运啊,就要不保啊,因为佐治亚州,对吧,参议员还没选完呢啊,应该是今年出结果吧,如果川普不给站台,甚至说川普在推特攻击他,那这两名参议员很有可能选不上的啊,呃,但是,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啊,并没有, 同意啊,这个州务卿还说,2020年的选举十分公正,拜登赢得了大选,那,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啊,十有八九啊,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啊,呃,甚至说,对吧,不管是建制派啊,包括目前台面上支持川普的这些,也都是为了选举,为了选票啊,如果和川普翻脸的话,你可能选不上了,呃, 但是啊,这些人啊,和川普真正的支持者,不管是红博的啊,还是中下层人民啊,他不是一个群体的,虽然,他是拿着红博的选票上去的,但是,他和红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,只是为了选票看起来一致而已,对吧,你这个众议员,参议员也好,都是精英出身,家庭条件啊,大部分也都不错,个人收入等等,也是非常不错的呀,所以,对吧,他们更倾向于建制派,更倾向于社会精英, 而且,这些选举的,呃,不管众议员,参议员,背后,对吧,都是有金主的呀,都是有金主的呀,和很多呀,川普的狂热的粉丝,也是完全不同的啊,也是完全不同的啊,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就这么快就爆出来了呢,对吧,也是为接下来的事情啊,做好铺垫,打好预防针儿,川普的这个事情,肯定是违法了,也违宪了,也破坏了选举了,而且比尼克松,当时的水门事件更严重。 我看有一些川粉啊,又说川普被被判了,对吧,这一定是窃听啊,窃听是违法了等等,但是当年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时候,你们可没有这么说,当时啊,拿到水门事件录音的那个记者,被美国奉为英雄,对吧,当那个时候被奉为英雄的时候啊,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窃听就不重要了啊,能够挖出这个当权者啊,违法的黑幕等等,他就是英雄啊,所以这个事情啊,是不是窃听已经, 不重要了,对吧,就看民主党如何操作了吧,一个啊,现在民主党稳操胜券啊,拜登你就赢了吧,没有必要跟你扯,但是如果川普搞的比较大的话,或者是1月60号,这个混乱比较大的话,川普有翻盘的风险的话,对吧,那这个证据啊,提前也已经给你了,给你打出一防针儿了啊, 这就是水门事件2.0,到时候啊,会用这个世界,对吧,跟川普再撕拔撕拔吧,再搞一搞啊,等等啊, 我觉得民主党现在还是看1月6日的后续的事情的发展啊,如果真的有百万红脖子进京,再加上有中下层士兵的支持啊,这个政变呢,真的就能成啊,说实话能成啊, 哎呀,而且川普啊,走的呀,就是团结功能群众啊,团结底层士兵,虽然川普很反对共产主义,但川普搞的呀,这个就是武装革命啊,很像啊,很像,不过呀,这个美国的中下层人民啊,你把川普当做自己的代理人,这是不行的,因为川普的出身摆在那里的,他就是一个大富豪,而且川普不要看他说什么, 要看他做什么,川普在过去的四年,他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他口中所说的,这个大恶啊,黑枣泽里的大恶,谋福利的, 譬如大恶的减税啊,放弃对华尔街的监管啊,等等啊,这都是川普自身所做的,那么最后吧,不管1月6日发生如何,这个事情都说明美国的社会已经分裂到一定的程度了, 但是这个分裂啊,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裂,而是建制派和民粹的分裂,所以你看到啊, 呃,这10名,对吧,前国王部部长啊,有民主党的,有共和党的啊,对吧,甚至啊, 呃,还有小布什的副手等等,对吧,在共和党里,在民主党里,都是大佬啊,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,都是建制派, 建制派呢,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精英,这就说明什么呀,两党的政治精英, 正在河流,那么政治精英河流,分裂的就是两党的民粹啊,啊,所以之前直播的时候啊,和香蕉, 对吧,连线的时候,我说了一点很重要的啊,很重要的,就是对美国未来的,或者2024年吧, 如果拜登啊,能够控制住疫情,做出成绩来,他2024会连任的,啊, 对吧,很多人说他只干一届,这个佩洛西呢,上一次佩洛西当选众议院,啊, 约议议长的时候,他也说只干一届,你看看,佩洛西又当选议长了吧, 对不对,政客的话不要信,他只要能干出成绩来,选民支持, 他就会连任的,你甭管他年龄大不大,只要身体好就可以, 如果拜登啊,这一次年水当尿库的,2024年啊, 对吧,红脖子和白脖子呀,就是, 共和党的民粹,和民主党的民粹,民主党的民粹啊, 就是AOC,对吧,桑德斯那一边, 共和党的民粹啊,主要在红州乡村, 而民主党的民粹就是城市的底层平民, 对吧,两党建制派河流,两党经营河流, 那么两党的民粹也会河流,两党的底层也会河流, 广大工农群众也要河流,对吧, 我觉得河流的重要人物吧,就是这个霍利啊,和AOC, 对吧,嗯,因为啊,川普啊,如果拜登上台肯定会追杀川普的, 川普没有希望的,无论是彭斯啊,彭佩奥啊, 包括川普的女儿女婿啊,都接不起这个大任的, 共和党我瞅了一圈,我看霍利很有可能,对吧, 民主党呢,桑德斯、伊朗,就是AOC了呀, 如果桑德斯,啊,不对啊,如果霍利和AOC, 一个总统,一个副总统,那就热闹了啊, 而且两党民粹要河流的话呀,建制派是选不过的, 注定是选不过的,啊,那到时候啊, 美国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啊, 也就所谓的新时代的文化大革命,必然就要来的啊, 这个呀,以后,等到1月20号之后吧, 拜登上台的时候,详细再说,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